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很多为情所困的男人苦苦地守着自己的单向追求 即使想要得到女人的心 说来复杂 细细想来倒也简单 关键在于你所追求的方法 有很多人将无条件的付诸当作爱 不分场合 不分地点 甚至在刚认识不久的时候 便想要迫切地一起吃饭 拉手 看电影 还有很多男人觉得征服女人的心 便是表达出自己的征服欲和占有欲 学着影视剧里的男主角变得霸道 经常在他的面前装酷逞能 可大多数的结局都是两个人的不欢而散 但爱情靠的从来不是竭尽取胜 更不是急于求成 而是用耐心与真心 一步步地打动他的心 就好似网上的一句话 所谓爱情 相识 相知 相爱 相守 只为于耳偕老 真正的爱情是循序渐进的 一步一步踏实向前 才能真正征服他的心 一 营造一段良好的关系 谈恋爱 一份好的开始要比过程更重要 如果只是在心底里默默地暗恋 不表露出你的喜欢 又或者不去营造和他相处的机会 那这段感情很容易无疾而终 见过太多男人 明明喜欢一个女人 但就是不敢去表达 更甚至连主动说话的勇气都没有 总是在心底里怕这怕那 推散阻四 顾虑太多 今天怕对方会拒绝自己 明天又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过两天 害怕他不喜欢自己这种性格 所以 想要征服女人心 第一步就是打破这种对未知的顾虑 主动地迈出第一步 学会与他建立关系 这份关系可以是邻居 可以是同事 可以是朋友的朋友 但要注意的是 营造的这种关系最好是正面的 他对你不抗拒 不厌烦的 就好比 有很多男人为了吸引女人的视线 去浓墨重彩地打扮自己 染奇形怪状的头发 穿五颜六色的衣服 在他面前走来走去 还有很多男人为了营造自己很优秀的形象 故意打电话 大声地说自己有房有车有存款 还有很多合同等着自己签 但其实这些行为很容易引起女人对你的厌烦 他们可能会觉得你浮夸 幼稚 要知道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刻板印象 值得便是 一个人的第一印象会影响他之后对你的看法 如果彼此初相识 就创造出了一种尴尬 甚至讨厌的氛围 那这份追求就很难打动他的心 所以说 在营造氛围的时候 可以学着稳一点 尽量少说多做 将自己优秀的一面用行动展现出来 而不是靠嘴说 二 付出真心行动 将它当作个特例 让他感受到你的真心 就好比同事王军 一直很喜欢李娜 所以在李娜搬家的时候 王军主动去帮忙收拾 在李娜下雨 没伞回不了家的时候 主动去送伞 会在工作上 帮助李娜解决问题 也会在下班之后 带她逛街 吃喝玩乐 放松心情 王军对公司的其他女人都很敷衍 除了工作上正常的交流 几乎从不主动和他们联系 但对李娜不同 她会经常询问 李娜中午想吃什么 周末想要干什么 当工作聚餐的时候 也总是问李娜 你去吗 你去 我才去 很少有女人能够拒绝男人 对自己唯一而又特例的宠爱 而征服女人心最重要的一点 便是让她知晓你对她有情 从而让彼此之间的关系 往恋人的方向发展 让她不断提起对你的注意力 毕竟如若一直保持朋友关系 不点破这层窗户纸 也很难征服她的心 爱情也是需要引导的 当你往爱的方向引导她 她也可能会踏进你爱的漩涡里 三 适当保持距离 让她感受对你的爱意 当你明确地感觉到 她可能有些喜欢你的时候 首先要做的不是立刻表白 而是适当保持距离 让她自己去体会对你的感情 加深对你的思念和依赖 从而真正被你征服 就好比不良笑话里的蒋小花 她和唐门暧昧很久 唐门对她事无巨息 体贴入微 但每次唐门对蒋小花告白 她总是含糊其词 不给准确的答复 后来唐门正好有一份工作 要出国出差一段时间 她提前告诉了蒋小花 自己要离开的事情 然后隔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没有主动和蒋小花联系 也正是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 蒋小花才慢慢地冷静下来 细细体会 才察觉到自己对唐门的依赖 对唐门真心的喜爱 这才去机场和唐门表白 其实爱情里 比起你爱她 让她自己切身体会到 对你的喜爱才更为重要 毕竟爱情是双向的 当你已经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心 也需要给她时间 让她去消化你的爱 去察觉自己对你的喜爱 爱情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需要一些时间 更需要一些技巧 追求爱情虽然可以分三步走 但其实归根结底 都是真心而自 以真心去付出 用真心去打动她的心 才能真正征服她 得到她对你的爱意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